金星三部曲 第二部 金星天使别哭 作者 欧米娜·欧涅克 翻译 张国怡 第十一章 公开身份 走向人群 接下来几年 我的日子过得飞快 脸庞俱乐部歇夜关门之后 我又再回头去做服务生 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家知名餐厅 德意志之脚 到现在它依然被列在每一本芝加哥的旅游书里 餐厅老板是巴伐利亚人 每周六晚都会有穿传统皮裤的乐团表演 客人们会跟着一起欢唱 女性员工穿着蓝色的荷叶边连身裙 内搭白色衬衫 再围上一条围裙 我就是在这里喜欢上德国食物 同时也开始懂得欣赏 几年后我第一次到德国时 大家都搞不懂为什么我看得懂菜单 而且会点猪脚配酸菜这类餐点 因为我根本不会讲德文 我很享受我的自由 周末时我都和好朋友和孩子一起度过 他们都长大了 也越来越独立 但我们一直维持着紧密的联系 几个孩子会轮流跟我一起住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我并没有想要有新恋情 但命运却把另一个新男人送进我的生活中 爱曼妞 他的弟弟是我隔壁邻居 大家都叫他欧迪 我们很喜欢彼此 所以很快就变成了朋友 有一天我按了欧迪的门铃 想要把我之前借的运斗还给他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开了门 欧迪跟我介绍说 这是他的哥哥艾曼妞 我们立刻就喜欢上对方 很快的 只要一有空 我们俩就会腻在一起 他的母亲是阿尔兰后裔 住在美国南部 他的父亲是位知名的律师 祖先来自波多黎各和非洲 在我们找公寓一起住之前 针对我们之间的年龄差异 我们也做了一次长谈 我36岁 而当时他才22岁 再加上还有异族通婚的问题 直到今天 不同肤色的夫妻 都会遭受到他人 对其伴侣的偏见歧视 而我们也不例外 有一次我们差点就被逮捕 只是因为有位过度热心的警察 不喜欢看到艾曼妞和我 一起走在街上 我们住在一起九年的时间 艾曼妞对我的家人来说 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一员了 当时托比 杰森 赞达和我母亲 一个接一个搬进我们的公寓 来跟我们一起住 当然 杰森是每个夏天都会来 我们都把妈妈接到芝加哥来 因为她的遭遇症状况 已经没办法让她再继续 一个人独居了 很快的 我们为她在附近转角 找到一间公寓 让她跟球球一起住 而且从我们家可以走路过去 这样一来 我们还是跟彼此很亲近 那个时候 我在芝加哥服装中心 有一份很好的工作 那是个举办时尚秀的地点 我在大楼大厅的餐厅里工作 这家餐厅会为时尚秀的人员做外汇 我甚至也帮球球在同一间餐厅里 找了一份工作 与此同时 托比和朋友一起租了间公寓住 赞达搬到加州去上大学 他靠着优异的成绩和几个奖项 拿到了半额奖学金 托比在芝加哥最好的美容学院念书 杰森在学校表现得非常优异 夏天的时候则是到餐厅里跟我一起打工 突然之间 温德尔史蒂文斯打电话给我 我住在田纳西州的时候 就开始跟他联系 已经好几年了 多年前 我收到一封他的来信 简短的介绍了他自己 他听了好几卷 1973年我在广播上的访谈录音带 他跟我说 他以前是空军的飞行员 现在是个退休的中校 在进行一些有关UFO的研究调查 他对我的书很感兴趣 于是我在1980年寄了一本原稿给他 后来他因为诬告而被逮捕 坐了五年牢 所以他没办法公开他的调查结果 还有他所拍摄到的UFO照片 也都无法出版 在他被逮捕后 他写了封信给我 说要是我觉得自己和他之间 有什么牵连是很丢脸的事 想找其他人出版我的书 他不会怪我 我跟他保证我一点都不担心这一点 而且我定期的写信到联邦旅馆给他 那是他给监狱取的别称 当他被释放后 我们打过几次电话联络 我经常会忘了那本书的事 因为我母亲的病和必须工作赚钱 这些事已经占满了我的生活 当他打电话告诉我 那本书会在1991年春天出版上市时 我完全吓傻了 我在3月1日接到电话时 整个人目等口呆 他的计划是先让我和我的书 在美国最大的UFO大会上露脸 他会寄钱给我 让我买一件礼服来穿 另外他也会支付我的机票和住宿费用 我必须坐下来才能好好消化这一切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现在就是让大家知道我是谁的时候了 不只是少数几个我的家人和爱康卡的朋友 而是要现身在全世界面前 这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效应呢 我知道这是我之所以会来到地球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很平静的 我想起我已经为这准备了好几世的时间了 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真正要发挥的功能 这就是大师们协助我准备要面对的事 我为自己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开始冥想 我回想起我与大师们在过去的连接 那是好几世之前的事了 在亚特兰蒂斯时代之后 我第一次进入肉身世界时 是个在西藏的和尚 跟着富比宽兹 瑞巴萨塔斯和哥伯达斯一起修行 瑞巴萨和富比当时还活在肉身之中 而哥伯达斯已经是位阳生大师了 他们是我在那一世的老师 而我的一生全都奉献给了他们的教会 后来我与圣哲曼有了连接 当时他还在世 我是追随他的炼金术学生之一 那一世的我 对炼金术比对灵性更有兴趣 我和他一起在实验室里工作 非常着迷于他所能炼制出来的各种东西 圣哲曼活了非常久的时间 他的寿命甚至有几个世纪那么长 现在也还有许多关于他的故事在世间流传 我也有过一次非常特别的投胎转世 生活在和耶稣基督非常亲近的环境中 也因为这个原因 这也成为之后我在地球上的使命之一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伟大灵魂 不为人所知的真实故事 他们在金星时跟我说 因为我在许多次的投胎转世中 与许多大师都有连接 所以对于真实的教会 我已经具有非常完备的基础了 这令我十分震惊 而无论这会带来任何影响 我都不能逃避这个责任 大师们说 我有两个选择 接下这个任务 或是再次投胎转世到地球上 因为我在那里 还有一些未解的因果牵绊 但是 再次出生在地球上的我 将会面对极大的困难 因为有大脑两边的拉扯 而这强烈的影响 会让我很难重新记起 曾经学过的教会 在这一世这么做会比较简单 我得做出选择 因为我已经来过地球生活 所以其实我并没有什么预想或期待的事 但是我对于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并不熟悉 大师们跟我说了一些简短的历史 但是我的问题在于我对历史实在很难有兴趣 他们也给了我一些科学数据 但还是一样 对我来说 这些东西都太用脑了 我是个比较艺术型的人 重视感情的表达 喜欢跳舞 欢乐 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各种东西 所以我并没有放太多注意力 在这些信息上 回头去看 你自己曾经活过的几千世人生 是很轻松的事 每一世的人生 看起来都只是一颗小沙粒 在灵魂的永恒之中 这些是很微不足道的 但当你进入这小小的沙粒之中 它却会变得十分浩大 令你难以承担 这对灵魂来说是很大的冲击 也是为什么许多人会被困在自己的困境中 走不出来的原因 因为他们不记得这只是另一次的人生而已 这只是另一颗小沙粒 就在我离开金星之前 大师们召唤了我 我在金星的师父拉米努尼 傅比宽兹 以及瑞巴萨塔斯 他们对我说 他们要送一些特别的礼物给我 别忘了 当时我还只是个小女孩 我期待能够收到的是 可以随身携带的礼物 像是一块神奇的水晶 或是什么可以把玩的美丽玩意儿 傅比说 欧米娜 我们要送给你的其中一样礼物是 在非常灵性的层面上 你能够为身旁的人 带来一种平静的感受 拉米努尼跟着说 我们还要给你一种能力 让你可以将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事情 用非常简单的方式让人了解 接着是瑞巴萨塔斯 我们除了给你这份能力之外 还要给你力量和耐心 让其他人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你的爱 就算他们一开始不相信你 但是真相会让你与他们连接 而他们将会清楚看见 而我站在那里只觉得很失望 心想着 这哪里是礼物 都只是些空话罢了 然后大师们跟我说 这些话以后会对我有很重大的意义 听起来很棒 但对我来说 话就只是话而已 我非常失望没能拿到真正的礼物 他们跟我说 我将会有非常艰困的一段人生 这一路上并非只有欢乐和冒险 我们会知道你的状况如何 但我们也必须要知道你的反应如何 随着事情的开展 你会收到越来越多的信息 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要做 但唯有当我们确定时机正确的时候 才会进行 你一定要坚强地度过那些困难的时刻 请你要记得 我们没有抛弃你 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如此 而你也并非平白无故地遭受这些磨难 这是第一次我问自己 到底干了什么好事 这份担子实在太沉重了 之后我遇见了保罗·翠奇尔 他是我在地球的导师 他告诉我他曾经在金星上见过我 这让我非常开心 因为我完全没有自己来自金星的证据 我不可能邀请大家去看宇宙飞船 这么做是为了保护金星人 他们之中有些人就因为人类 想要夺取他们的科技而丢了性命 金星人不会出手还击 因为这有为他们的灵性信念 在许多存有中 金星人被认为是最软弱也最优柔寡断的一群 因为他们不会摧毁任何神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他们不会去评价也不会去批判他人 这种态度看在其他人眼里很自然就显得软弱无能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 我一直都与金星的大师们保持着联系 也会跟他们见面 但有时候我还是听不懂他们究竟是什么意思 有时候像是在梦中 有时候又比较真实一些 他们想要我做的事我并不是全部理解 比方说 为什么我要创建启动和平计划 主 该计划始于1994年 目的是让全世界各地的参与者 在每周三进行冥想 对地球传送爱与和平的意念 我还是做了 但全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当他们开始提供有关启动和平计划的信息之后 我才比较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只有当大师们确定大转化这件事一定会成功时 他们才会跟我讲细节 每件事情都渐渐到位 我以为现在的自己已经看见事情的全貌了 但大师摇着他们的头说 我所看见的小图像只是整张大拼图的一小部分而已 他们不会给我全部的信息 因为这对我来说太过庞大 而且会让我陷入惊恐焦躁的状态中 心想自己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因为他的规模实在太惊人了 而未来会如何发展 端看有多少人参与而定 我们只能够一步一步地走 给每一个人专属的任务 你们大家也都在为了同样的目标在努力着 而最后一切都会聚合 但是要看见自己在做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 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在未来 男性与女性的能量将会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一开始只有女性的能量 接着是男性的能量加入 我们长久以来都是世代传承给男性大师居多 只有两位是女性大师 而你很可能就是下一位 他们跟我讲了这件事之后 有好一段时间 我停止在做任何灵性工作 因为我不想要承担这样的责任 也不想要这个位置 我不认为自己做得到 我只想要跟其他人一样 分享这些信息就好 我不想要变成大师或这一类的人物 哦 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这么做 因为你不想要 大师这么跟我说 如果你很想要的话 那就是你的自我在作祟 那么你就不是那个对的人了 很显然的 我在前世中一定是滥用了我的权力 所以现在我得一直被丢进恐惧之中 反复地品尝这种感受 你是位大师 而人们也会认同 大师们跟我解释道 他们会耐心地等待 直到他们可以直视你的双眼 这就是蒙福 他们的灵魂知道 他们必须取得这样的连接 现在就要靠你 让大家知道 他们真正的出身 以及他们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不明白真相为何 灵魂的起源在另一个次元中 提醒他们关于自身的伟大 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力量和知识 告诉他们关于转化的事 让他们看见自己能够如何运用自身的能量 来支持转化的进行 大师有好几百位 我在金星的老师温内克也是其中一位 对我来说 他只是位老师 我完全不知道他真正的使命是什么 所有的扬声大师都是非常老的灵魂 他们已经体验过肉身层界中所能体验的一切 然后他们选择要从其他的层界继续提供信息 因为在那里 他们有能力控制是否要让某样东西实体化 而且也可以在所有层界中进行活动 所有灵魂最后都会到达这个境界 这些扬声大师跟我们一样 也只是人 他们只是达到了某一个程度 并做了选择要执行他们对未来的使命 我的师傅们非常有幽默感 他们很爱戏弄人 当我正以为自己终于有了点线索时 他们又跑来把我搞迷糊 这就是他们帮助我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 下面是这些大师们给我的讯息 虽然读起来有点让人困惑 但如果你再读一次 你会发现其中的讯息何在 这就是他们的方式 真相没有版权 我这一世唯一的目的就是帮助你想起 你早就已经知道的事 我不能想起我已经忘记了的事 但是我一定不能忘记我早已知道的事 认为自己悟到了的人 其实已经丧失了他们的理智 不过不要介意 把理智抛开 然后你们就会悟到了 在我漫长的冥想 以及和我的师傅们联系后 我只知道我的人生即将有所改变 而我也会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去完成该做的事 当然我也把这个好消息跟我的家人分享了 我告诉他们我的书即将出版 而他们也要在UFO大会上跟我一起现身 他们非常兴奋 也为我高兴 我的朋友和同事的反应就不太一样了 有的人不相信 有的人放声大笑 有的人开玩笑 也有人彻底的沉醉其中 谈及我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这本书和这个话题 引起了极大的骚动 连续好几个礼拜 我都是注目的焦点 有好几次 我在工作的时候 有人走上前来 要我帮他们签名 包括芝加哥的市长在内 所以我穿着服务生的制服 坐在市长的对面回答他的提问 我的老板非常骄傲 有我这么一个知名的员工 但对我来说 这一波热潮其实很让人困扰 接着重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我飞到亚利桑那州土桑市 因为UFO大会就在那举行 温德尔跟我说 我是神秘嘉宾 没有人知道神秘嘉宾究竟是谁 因为我是最后一位讲者 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知名讲者 也都在现场 其中一位来自德国的参加者 不知道为什么立刻就认出我来 他直接走到我身边说 欢迎你来到地球 为了保护我 温德尔让我住在 离会场大饭店 大约三英里的一家汽车旅馆里 我有几个保镖坐在乡行车里 他们配有双向无线电 这样温德尔就可以告诉他们 我什么时候该进场了 我想睡到几点都可以 等到下午我准备好要进会场了 就可以打电话通知他 我只是觉得因为他自己 与美国中情局打过交道的关系 所以他有点反应过度了 我并没有感觉到会有什么危险 我的演讲非常成功 除了中途被一个男子打断 他叫我拿出证据证明我所说的 他问 我们怎么知道你是220岁还是41岁 另外一个男人问他 我在15年前就见过他了 他现在跟那时候看起来完全没有变 接着他开始争辩有关其他次元的问题 我很冷静地跟他说 他这是在浪费自己和我的时间 我不喜欢和人辩论 因为实在太浪费精力了 再说就算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也不会改变我这个人真实的身份 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 又何必来听呢 在场的每个人都鼓掌叫好 温德尔上台来对所有人说 他为我感到非常骄傲 以及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现身就能够做出这么好的演讲 着实不容易 我穿着身上的那套礼服让我觉得很优雅 而我非常期待之后的签书会 温德尔催促着我离开 他请来的保镖团团围住我 从侧门离开 我不是要签书吗 我问他 还没有 那个在观众席闹场的人是中情局的官员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清场 确保你在大厅很安全才行 我真是不敢相信 整个情节简直就像是部间谍电影一样 我一走进大厅就吓呆了 到处都是电视台的摄影机 麦克风从四面八方朝我涌来 还有相机的闪光灯 接着我不断地从一间房间被催赶到另外一间房间 为的是接受国家和国际媒体的录像与访谈 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有 一位UFO杂志的女士在采访我的时候突然间哭了出来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她读到我的名字时 就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急迫感和重要性 她一定要跟我碰面 我试着安慰她 告诉她我们在前世是很要好的朋友 听完她哭得更严重 只好先离开现场 之后她重新自我介绍 她是UFO图书馆的馆长 也是好莱坞许多知名影星的经纪人 她想要帮我做书的宣传 最后我终于可以逃离那里 在一家酒吧边喝啤酒边签我的书 柯利也就是刚刚那位访问到一半哭了出来的女士 和我变成了好朋友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 我们到处嬉闹玩耍 她拿着摄影机假装要帮我拍一支啤酒的广告 我喝了一口啤酒 然后说 啊 值得我来地球这一趟 结果一对年轻男女很粗暴地打断了我们 他们说这些人让我在这里出尽洋相 因为他们一点也不尊重我 他们试着说服要我跟他们一起走 只差没有出言强迫我了 而在我拒绝他们之后 他们的动作就变得越来越激烈 我实在搞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 后来温德尔来了之后跟我说 他们是中情局的人 回到芝加哥之后 我有好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 而大家也都打电话来说 你上了这个或那个报纸 还有我在电视上看到你 我回餐厅去工作 生活没有太大改变 下班后我换好衣服 急忙坐上停在外面的迎宾礼车 赶去电视台接受访问 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签书会举行的地点 并把餐厅的地址给大家 而且我也真的曾在酒吧里办过签名会 这只是个开始 我变成了来自金星的女人 大部分记不住我叫欧米娜的人 都叫我维纳斯 易住 Venus 及金星 也是希腊女神维纳斯的名字 第十二章 完成我的使命 就在我身为欧米娜的生活进入全盛期 四处飞到全国各州参加会议 接受电视访问 开设工作坊讲课之际 我的私人生活却出了问题 我怀疑艾曼纽有外遇 当我拿到艾曼纽和葛琳达 一起背叛我的确切证据之后 我决定要结束这段关系 葛琳达是一个接受我帮助 走出创伤阴霾的年轻女孩 她曾经遭受父亲的性虐待 我带她就如同亲生女儿一般 但她却长年来一直和我的男友上床 这实在太过分了 我接受了温德尔孙子的邀请 飞到了亚利桑那州 她的名字叫做杰姆 是个非常好的人 她表示要支付我的机票费用 而且我可以跟她一起住在温德尔家里 这听起来是个聊情商的好方法 同时我也接到了加州的几个电视访问 以及会议的邀请 这些公开行程都是温德尔和柯利帮我安排的 我在这趟旅行 以及与温德尔家人熟识的这段时间里 过得十分开心 我还遇到了艾康卡教徒的一家人 他们经常在星光界与我有意识上的接触 杰姆和我在一间滑雪小屋住了几天 这滑雪小屋是由印第安人在他们位于白山的保留区内建造的 杰姆在这里有间小木屋 在非常高的山上 大家都出去滑雪了 因为我不滑雪 所以我就坐在旅馆里吃午餐 一边看书 我也随身带着我自己的书 我正想要点饮料来喝的时候 有位印第安人走了过来 说要请我喝他的那壶啤酒 他问我为什么要穿白衣服 所以我就跟他解释 还跟他说了我自己的故事 以及我在座的灵性工作 我把我的书拿给他看 也给他提了一些惊心的事 他问起我手上那没多年前 一位霍皮族印第安人给我的银戒指 而我也跟他说了那个故事 接着他跟我提到一些他们的文化 他受雇在这个保护区里做夜间巡逻的工作 同时帮大家留意各种征兆 他举了个例子跟我说 如果他在某人的土地上看到一只猫头鹰 他就会去跟那家人说 因为这意味着这家人最近会有近亲死去 同时他也要保护羊只或牲口 不受到野生动物的侵袭 他说他感觉或许我正是 他们先知预言的实现 那个预言被称为伟大的白色希望 在白色的水牛出现之后 将会有个白色的女人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而且成为他们的灵性启发 所有印第安人都相信 他们是从别的地方被送来地球的 所以我们也谈了那些生活在其他星球的种族 聊了一阵子之后 他跟我说再见 然后就离开了餐厅 没多久 杰姆和他的朋友就滑完雪回来了 几个月之后 杰姆打电话到芝加哥给我 他说后来他跟他朋友又再回滑雪小屋去滑雪 你绝对不会相信 所有印第安人都在谈论你 他们问我你在哪里 他们是从那个巡逻整个保留区 而且跟你聊过天的男人那儿 知道你这个人的 你在印第安人之间已经变成传奇了 虽然我非常喜欢温德尔和他的家人 他们对待我像自己的女儿一般 我还是只待了几个星期就回芝加哥照顾我的家人了 妈妈当时因为躁郁症而不断进出医院 要控制她的用药量是非常困难的事 因为理言服用过量会造成中毒 进而激发更多情绪症状 我继续在服饰中心的餐厅工作 并帮求求照顾妈妈 我的每一个孩子都为我的书 以及他们所谓的名气而感到骄傲 我不觉得自己很有名 我觉得自己跟之前没有两样 我收到邀请 希望我前往一场在德国杜赛道夫举办的UFO大会演讲 期间还有一场舞蹈工作坊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公开跳过舞了 而且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在一场UFO大会上办舞蹈工作坊 能去看看其他国家让我十分兴奋 来到地球以后 除了墨西哥之外 我没有去过其他国家 除非宇宙飞船飞过的地方也算了 卡麦荣 这个我在广播电台访问中认识的可爱女子 也想要跟我一起去 她曾经陪着我去过好几次加州和科罗拉多州 所以我们一起准备这趟旅程 我练习了一支舞 并且在我儿子赞达的启发之下 挑了一些很棒的音乐 还买了紧身连衣裤和舞鞋 我要穿的是以前我还在爱康卡时所穿的舞衣 当我们抵达会议厅时 玛丽娜波普维契跑过来拥抱我 以来在场许多电视人员的惊奇眼光 这些人之前都采访过她 她是一位非常知名的俄罗斯飞行员 我们有一次在美国的一场活动中认识 从此就结成了好友 出于不知道玛丽娜这么热情打招呼的我 是哪号人物的好奇心 这些电视台的人也争相想要采访我 这是第一次我的演讲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 感觉有点奇怪 因为我只讲了几个字 翻译员好像就要讲一大串 但我还是尽力在不焦躁的状况下完成了演讲 我的翻译员彼得之后跟我解释 把英文翻译成德文的话 长度至少会多四分之一 在我演讲的尾声 我要请大家来参加我的舞蹈工作坊 无论几岁都可以 我跟他们说 对灵魂来说 年纪一点都不重要 而且考量到大会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 至少要有几个人来参加我的工作坊吧 有人献上了好几答的玫瑰花给我 温德尔史蒂文斯上台激昂地对观众说 他为我感到非常骄傲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外国公开演讲过 我在德国的第一场演讲 大约有三百人前来 结束时许多人拍手 但是当我提到我很爱喝啤酒 结束之后就要去市中心喝一杯时 却是全场起立鼓掌 幸好隔天我没有演讲的行程 所以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上床睡觉 计划明天一早八点要起床 因为我们想去逛逛杜塞道夫这个城市 我们听到闹钟响之后就起来了 穿好衣服下楼去 餐厅空空荡荡 一个人也没有 我们问旅馆的小姐早餐在哪里 她瞪着我们的样子就仿佛我们是疯子一样 一句话也没说 她指了指墙上的时钟 下午两点半 我们忘了条闹钟的时差 我们一边大笑一边离开了旅馆 去外面找咖啡盒 就在前一晚要上床睡觉时 我决定我的舞蹈工作房要有三十个人 尽管当时只有八个人报名 到了会场 我们被告知我的工作房是最多人参加的一个 而且不多不少 刚好三十个人 我跳了一支金星风格的舞蹈来开场 卡麦隆帮我拍照 之后变成好朋友的瑞纳多则是负责摄影 很快的 我就让全场的人都舞动了起来 包括摄影师和我的翻译员彼得 其实一开始他拒绝为我翻译 因为他不相信我说的故事 但是他真的改变了 而且当我问大家在冥想时有什么样的经历 他是第一个举手要分享的人 卡麦隆和我计划要多待几天 想找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带我们四处走走 一位参加我们工作房的年轻英俊男子 自愿帮忙 因为他本来就向他工作的灵气能量疗愈中心 请了几天假 我们去看了科隆的圆顶大教堂 还去参观了附近一个叫做斯洛兹堡的城堡 在那里我有种非常奇怪的感觉 我觉得我的某一次前世曾经在这里生活过 在其中一间房间的壁炉上挂了好几张居住在这里的皇室成员的肖像画 在那几张画里 我找到了自己和索斯顿 也就是那位陪伴我们的年轻人 几个星期之后 索斯顿打电话到芝加哥给我 他说他和其他参加工作房的人 想要帮我出机票钱 请我到德国的爱迪格豪森 再办一场工作房 我心想能够再见到他 并且接交新朋友 实在是很棒的事 我到达时参加的人数远远超过30个人 而这场工作房举办的地点是一栋非常大的老房子 这栋房子归属于一座城堡的一部分 而这座城堡可以向下俯瞰这栋房子 房子的主人是爱博汉·凡·哈根家族 我就是这样遇见了我的德国家人 这是我现在对他们的称呼 从那时起这个家族就越来越兴盛 我没有办法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列在这里 但是我很快就明白 遇见这些人也是我的使命中的一环 1994年2月 我的书在德国由奥米加出版社首次出版 大年夜那天 我们在吉塞拉和马丁 他们是我的出版商家中 享用了一顿美味晚餐来庆祝 所有参与这本书的人都一起走到莱茵河畔去看烟火 正当我们走在街上时 我们看到了UFO 一颗发光的橘色大球 静悄悄地横跃了天际 听着附近传来的烟火声 我们一直望着它 直到它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 可怜的曼福瑞隔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想要确定那究竟是热气球 还是其他的东西 在燃放烟火的地点附近 非热气球是很危险的事 所以我们所有人都认为那一定是UFO 我们都把这次的目击当作是个好兆头 我的书 我来自金星 一定会成功 在这本书出版之后 我这才发现吉塞拉接到了非常多的电话和信件 于是她有了个想法 想让我在德国来趟巡回之旅 一开始这让我有点惊慌 但后来我还是答应了 虽然我实在不知道我要在工作坊里面教大家什么 我知道自己能够演讲和接受访问 当我询问奥丁姨父和大师们时 他们给我的回答是 你就跟他们分享你的知识 你的观点和你的理解 那时候我就懂了 我必须要去了才能够一边学习我该怎么做 随着我在1994年的第一次巡回 新的《生命篇章》就此开启 对此我只有满怀感谢 无论我需要什么 总是能够水到渠成 而我的人生也有如莲花般绽放 对我揭示了比我所知更多的灵性课题 在我无数次的演讲和工作坊中 我在其中的一些曾提到地球及其著名的灵性转化 这将会使在这里的生活变成天堂 就和已经存在于金星上的生活非常类似 无条件的爱这种转化的力量 在过程中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我遇到了许多人 也找到了许多我灵魂家族中的成员 以及心意相通的友人 如果要我谈这些年中所发生的奇迹 那些从星光界中认识我的人 我和孩子与动物之间的互动经历 那这本书永远也写不完 对大师天使和我最亲近的朋友 包括我在地球上所有的朋友 和帮助过我的人所给予我的爱与支持 我只有满怀感谢 他们给了我机会 以一位灵性导师的身份来分享我的人生 让我得以完成我的使命 并感动了这么多人的生命 远比我所想象的还要多 我享受我人生的每一刻 也很肯定永远都会有人 指引我走上正确的道徒 我带着积极乐观的心朝未来迈进 我知道它将会是一场充满启发的冒险 阿姆欧 阿巴克图 巴拉喀 巴夏德 愿宇宙的爱与祝福与你同在 欧米纳 金星三部曲 第二部 金星天使别哭 全书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